一个设计新颖的钓螃蟹网 秒杀一众钓蟹高手 人家好像很纯的样子 三个螃蟹 他制作的小巧钓鱼盒 钓上来一条又一条的大鱼 哎呀 这个大鱼盒 这家伙 哎呀 都它 都它都它 同样式锤钓 与传统方式却大为不同 是怎样的奇思妙想 让螃蟹和鱼儿无来无回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快乐垂钓 螃蟹肉质鲜嫩 高似凝脂 几千年前 便已征服了人们的味蕾 与古人而言 蟹带来了舌尖上 和心灵上的双重滋味 而几千年后的现代社会 螃蟹同样赋予我们 与众不同的 休闲享受 画面里这个人 叫徐国新 是一名钓螃蟹爱好者 他的闲暇时间 几乎全部奉献给了这项爱好 那么他是用什么方法 钓螃蟹的呢 您好师傅 您这个是钓什么呢 我钓螃蟹 钓螃蟹啊 对 我看咱们这个钓鱼还是挺普遍的 钓螃蟹还比较少见 江南水乡嘛 螃蟹比较多嘛 那咱们这个钓螃蟹 跟钓鱼有什么区别吗 我给你看个钩子吧 跟鱼钩还是有点区别的 它就像一个八字型的钩子是吧 这两边都是钩件 然后把那个蟹蚓穿上去 把它弄到水里 然后这个螃蟹吃的时候呢 它有时候嘴巴就勾住这个钩件 有时候它那个爪子夹在这个上面 然后那个符子就开始动了 感觉螃蟹我就用这个钞网 把它钞起来就行了 徐国欣告诉我们 钓螃蟹看着简单 实际操作起来 却需要丰富的经验 螃蟹一旦吃钩 就得眼疾手快地收线 及时用钞网将螃蟹捞起 这一步最考验技术 一不留神 螃蟹就会逃之夭夭了 有十年钓蟹经验的徐国欣 钓了近两个小时 目前也只收获了三只螃蟹 电量挺沉的 对对对 大概有色量 我看咱们这个螃蟹大小 这个还个头不太一致 有大有小的 这个也和里面就这样的 你谁也不知道下一秒 会钓起多大的 每一次都是惊喜 每一次都是惊喜是吧 短短几句交谈 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钓螃蟹给徐国欣带来的幸福感 临走时 徐国欣告诉我们 最近他接到了来自表弟 徐滨贤的挑战 徐滨贤家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从事程序设计多年 最近爱上了钓螃蟹 可技术却远不及表哥 钓上的螃蟹总是跑钩 这让他十分恼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脑洞大开 动手做了个钓螃蟹网 钓网做成后 徐滨贤爱不释手 声称这就是他的钓蟹神器 您这个是怎么钓螃蟹 能给我讲讲您这个设计吗 这个呢就是螃蟹网的骨架 就是两根交叉的公式 这个就是网 然后是四根收网线 中间呢它有个铁锥 这个是耳沟 就是可以画耳料的 然后这上面就是符子 螃蟹吃这个耳料的时候呢 水面上的浮飘 它就会往下面一拉一拉的 我们看到浮飘动了之后呢 就起往往面一兜 咱们就这么一兜 就把这个螃蟹 咱们就是给兜到这个网里面来了 徐滨贤做的这个螃蟹网 那人瞬间想起了 暴使收妖怪的口袋 今后水里的螃蟹 何得当心了 一旦你被耳料的美味吸引 傻傻地吃上一口 扶刀一动 口袋一收 你可就再劫难逃了 设计很新颖 但实不实用呢 我们决定就地取材 利用家中闲置的鱼缸 进行一次模拟测试 用这个鱼缸来模拟 咱们这个核糖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在这里边我也放了几只螃蟹 一会儿呢就看看咱们这个螃蟹钓网 究竟能不能把它们来捕捉起来 行吗 好 我们来试试 好 我们试一下 刮上耳料 将螃蟹网放进水里 就好像布下了一个陷阱 陷阱上方悬挂着美味的诱饵 钢里的螃蟹 究竟能否经得住诱惑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渐渐的一些胆大的螃蟹 开始慢慢接近掉网 水里热闹起来 浮飘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晃动 它们或许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离危险更近一步 这时 一只贪吃的螃蟹 抵抗不住食物的诱惑 试图向美味爬去 爬至半路 感到危险 慌乱中拉动网线 导致耳料下沉 砸在另一个同伴身上 而那位无辜的同伴 蟹爪早就被网线紧紧缠住 根本无暇逃脱 水面上浮飘落下 徐滨贤用力一提 螃蟹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不一定说真的吃这个耳料 只要它把这个线给勾下来 咱们这浮飘下来就能起网了 对 对 对 通过测试可以看到 徐滨贤的这个工具 对于螃蟹来说 确实是极大的威胁 哪怕不慎牵动网线 都会有被捕捞的风险 并且收网速度快 只要水面上浮飘一动 螃蟹瞬间就会被打捞起来 想要逃跑非常困难 接下来螃蟹网就要与八字钩 在实际环境中进行较量了 比赛当天 我们按照约定时间来到现场 螃蟹网能够经受住考验吗 看看我做的新武线 来 这么掉螃蟹的 下到水底它就是打开的 螃蟹进去一吃 浮飘一动我就一起 它就把它包起来了 你这个不是太灵活 这个网太小了 我估计很难掉 基于多年的吊蟹经验 徐国欣并不看好这只螃蟹网 对此 徐宾贤很不服气 二人约定 一个小时的时间 螃蟹钓得多的一方获胜 比赛开始 徐国欣依旧使用自己 最拿手的八字钩 以秋饮为耳 动作娴熟 再看徐宾贤 为了防止受到干扰 他选择的吊位 与表哥拉开了一段距离 看到表哥已经钓上了螃蟹 自己还一无所获 徐宾贤心里有些着急 眼看着比赛时间已经过半 可他的螃蟹网 还一只螃蟹都没有捞到 螃蟹似乎在逗他玩 起了两次网都是空的 而表哥第二只螃蟹 也钓上来了 比赛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 徐宾贤终于成功钓上了一只螃蟹 而徐国欣却收获了三只 结果已经非常明显 徐宾贤失败而归 回去后 他开始对螃蟹网进行改进 通过研究发现 由于耳沟与上方的浮漂和网线 是通过一根铁丝连接的 和汤环境复杂 当周围有小鱼游过 就会拨动耳沟 带动上方的网线转动打卷 一旦网线卷起 收网变得困难 螃蟹就会趁机逃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徐宾贤花了很大功夫 不断地尝试 终于新一代螃蟹网诞生了 它是如何改进的呢 现在我这个耳隔分成了两部分 然后下面呢就是我加了个八次环 小鱼小虾随便怎么往边上煮 它不会把这个打卷的 就不会影响它这个收网了 对对 经过测试 新的钓螃蟹网改进的非常成功 随后徐宾贤联系了吊哥 以及其他三位钓友 又来了一场钓螃蟹比赛 徐宾贤使用螃蟹网 其他四位选手全部使用八字钩 比赛时间为两个小时 螃蟹钓得多且重量沉的获胜 我们也将根据实际战果来排列名次 都有信心吗 有 您这边呢 有 咱们倒计时开始 好 走 比赛正式开始 大家各就各位 究竟最终谁能夺冠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分钟后 三号选手率先有了收获 一条小鱼是吧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哇 这么小 哇 而徐宾贤这边的螃蟹网 也很快就有了动静 可以啊 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收获 哇 这还不小呢 这小河蟹 对对 一只螃蟹收入囊中 徐宾贤信心大增 再看其他几位钓友 此时仍是一筹莫展 传统的八字钩 确实考验技术 一不留神 螃蟹就逃之夭夭了 很快 徐宾贤的第二只螃蟹 钓上来了 您这个 我看这个战绩可挂 现在已经两只螃蟹了 还行 再来看三号选手 目前 他收获了一条小鱼 六只小虾 可以称得上是 钓虾专业户了 量虽多 却没有螃蟹 您这边怎么有螃蟹啊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您觉得今天 还能上螃蟹吗 我估计危险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几位选手的差距 逐渐拉开 徐宾贤 目前已有四只螃蟹 而此时 一号选手徐国新 才只钓上来一只螃蟹 您今天的第一只螃蟹 对 临近正午 我们的比赛结束了 好 咱们时间到了 大家停吧 一个烧公螃蟹 最后一个是吧 现在十一个 二号这个是 就一个 就一个是吧 对 咱们四号是 三个 三只 一号是四只 咱们三号是三只 好 就这 您这个将来多一下 十一个 我帮他数了 行 那咱们拿秤 咱们再秤一下 刚刚这个重量 到底具体是多少成 好 数量已经确定 接下来的 接下来我们将每个人 钓上的螃蟹分别称重 结果会如何呢 最多的且重要最重的是 五号 咱们是十一只 零点九六千克 第二名呢 是一号选手 是四只 零点二八千克 然后第三名 是咱们这个四号选手 三只零点二七千克 第四名是咱们这个 三号选手 是三只零点二千克 然后您这个就是 二号最少 最后一名 咱们是一只零点一千克 您这个今天是 拿到了比赛的冠军 觉得他这个网认可吗 这个网挺棒的 认可认可 徐滨贤因为喜欢锤钓 奇思妙想 制作了钓螃蟹网 而接下来要出场的 更是一个资深钓友 别具一格 制作了一个 新颖的钓鱼盒 他又会带给我们 怎样的惊喜呢 葛金榜 现去河北省保定市 每天天还没亮 他就早早地起床了 看这精神头 谁能想到 他已接近古西之年 今年六十五了 洗洗脸娇娇花 出去钓会鱼 葛老退休以来 一直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他之所以能这样 是因为他有一个爱好 酷爱钓鱼 让你们看看 我这个钓鱼的假发事 整个车库 全是我的东西 这是那个钓鱼的架杆 这是打气筒 十几斤的大鱼 这个炒得最好用来 刚开始钓鱼的时候 与绝大多数钓鱼爱好 作者一样 葛老的理想是钓大鱼 可是这个理想 总是适与愿违 去外边钓鱼去 都抱着这么一种愿望 面对这样的情况 早在五年前 葛老就制作了一种 解决问题的钓鱼盒 尤其是和钓大鱼 这个就是我的钓鱼盒 装耳的时候比较简单 把这个弹簧压缩 鱼爱吃的装在里边 葛金榜制作的钓鱼盒 主要起到在水中打窝子的作用 塞进河内的耳料 会自动被水压推出 并在周围扩散成一个 相对集中的耳料窝 而前来觅食的鱼儿 就很容易咬到 包裹在耳料中的鱼钩 也就提高了钓鱼的命中率 由于鱼钩在抬拉时 会收缩到空盒内 因此也能解决 大部分鱼钩挂底的问题 可是这明晃晃的鱼盒 就不容易被鱼发现吗 葛老说没问题 同时为了防止挣扎的鱼儿 把弹簧拽出盒内 葛老在鱼盒内地 增加了两个挡片 钓鱼是他一天生活的开始 收拾好自己多年打交道的 鱼具朋友 就着陈希一出发了 今天要去的地方 是三十公里外的水库 葛老说几十年的钓鱼生涯 这已经是他骑过的 第五辆摩托了 前四辆全都光荣下岗 我就在这儿吧 这儿我看着不错 清风拂袖过 咸阴抚千生 远离城市的喧嚣 远离世俗的浮华 青山绿水平心静气 钓鱼就是葛老的养生之道 若能再钓起大鱼来 那就一个畅快 开始打盖 半天的时间 葛老收获颇风 葛老收获颇丰 传统鱼钓钓钓鱼的资深钓友 表示不服 要和葛老来一次游艺赛 宁宏光用上自己熟悉的串钓 再撒些诱饵 只带鱼儿上钓了 葛老那边由于一心只为钓大鱼 所以选择钓位的原则是 细细观察水的流动方向 摸清水温环境 将钓鱼盒装好鱼儿后 抛入大鱼可能经过的通道 便大功告成 至于它们是否咬钩 就只能赌一赌运气了 挂好了 这可以了 宁宏 准备怎么样了 最好的 看大钩了 好 开始吧 好 这次双方都采用了海杆钓法 并且约定用三根杆进行锤钓 在相同的时间里 谁能更受鱼儿青睐呢 十分钟过后 明洪光这边就传来好消息 钓起来一条大鲤鱼 在野生环境下的水库里 充分展现了钓位与钓剂的 完美结合 我在等会儿 耐心等会儿 正是上鱼的事 虽然才过去十来分钟 没钓着鱼实属正常 但是葛老多少还是有点着急的 没有对柄就没有伤害 可是现在真比上了 哎 平心静气 再等等 哎 可以上鱼的 可以上鱼的 没有 上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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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看看 到哪儿了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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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看不见 好了呗 鱼呢 等一下 等一下 没有啊 等会儿 没人泡的 完 虽然鱼儿脱钩是正常现象 但是在比赛时候脱钩 让葛老心里不是滋味 比赛还在继续 难道葛老今天一条鱼 也不上了吗 怎么样 葛师傅 反正这地儿就该上鱼了 耐心等待 半个小时的功夫 宁宏光已经上了两条鱼 而且还都蛮大 这让他信心满满 好 抱紧气的催促声 让葛老兴奋异常 这会是一条大鱼吗 先不管这些了 拉上来再说 好歹咱也有收获 鬼头 你给我吵 你在那上吵吧 没事 我溜了它就行了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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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出嘴的 这个鱼的 好 好看的 哎呀 这么漂亮 哎呀 这鱼不小 这个儿可不小 看了呗 别着急 别着急 上班了 哎呀 我该死了 好下 有多少斤呢 所以这活着都有 所以这要得 得死个鱼吧 哎呀 哎呀 这个大鱼 哎呀 好家伙 这个鱼干的 这家伙 哎呀 哎呀 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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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经过20分钟的熬炸 葛老成功钓起来一条大鲤鱼 而随着这条鱼的收获 今天的比赛接近尾声 葛老今天的鱼货虽然在重量上和传统串钩差不多 但是在数量上却输了 这和第一条鱼脱钩有很大的关系 如何让鱼和不脱钩成了葛老首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鱼二的观察 葛老发现鱼二脱钩大部分和弹簧扯出后失去弹力有关 找到问题的葛老利用大鱼咬钩后的特性 很快制作出了新的钓鱼盒 为解决鱼二脱钩的问题 葛老将河内弹簧改成了弓形泄力弹簧 每当上钩的鱼二用力挣脱鱼钩的时候 河内的泄力簧就会将鱼二挣扎的力反作用于鱼钩 鱼二越是挣脱 反而会咬得越紧 因此来巧妙地解决鱼二脱钩的问题 这天葛老拿上他改进后的钓鱼盒 又约上钓友宁鸿光和一个鱼具店老板 再次来了场钓鱼比赛 宁鸿光和鱼具店老板使用的是传统的串钩 相比之下 鱼具店老板的钓鱼工具更为专业 上次比拼 葛老才勉强和宁鸿光打了个平手 如今又加了一位看上去非常专业的钓友 葛老这次还有胜算吗 捏好右耳 穿好耳料 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又会有多少鱼儿来敲门呢 这次双方同样采用了海杆钓法 并且约定每人用三根杆进行锤钓 在两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 谁会最先提杆呢 今天第一条 上鱼了 葛师傅 上鱼了 葛老率先发力 钓起来一条大鲤鱼 看来这新改进的鱼盒 果然有它的神奇之处 紧接着 宁鸿光这边的传统串钩也顺利钓上一条 比赛的比分也变成了一比一 然而葛老这边钓鱼盒开始发力 一条接着一条 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 鱼具店老板也如愿以偿地钓上了一条大鲤鱼 双方开始对比 最后总的数量和重量 最终比赛结果 葛老更胜一筹 总的数量和重量 都超过了二位传统钓鱼高手 比赛是为取得胜利 钓鱼是为了保持活力 无论是自制钓鱼盒的葛金榜 还是研究螃蟹网的徐滨贤 在他们看来 锤钓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心 回家步